一提到谷关 马上就会联想到最著名的山林与温泉啦 谷关是台中最著名的温泉旅游区 而谷关游客中心就在本站下车后100公尺处 提供谷关风景区的旅游资讯 景点介绍等服务 在2021年春天转变成一座山林里的围形博物馆 以生态的角度引导观者展开新的视野与记忆重整 地下楼层设计使旅客有浅入深 重新认识谷关的历史地理与生态资源 希望游客能以入关博物馆 作为准备探索谷关前的中继站与知识的充电起点 游客中心旁的谷关温泉公园是登山客歇角的首选 坐落于山谷间的露天温泉泡脚池更是亮点 其中一池为纯温泉水 另一池则有温泉鱼悠游其中 旅客可以将双脚放入体验被鱼儿亲吻的感觉 穿过了绿印、老树及广场 从小进出发可以抵达烧来吊桥 并通往烧来步道 步道往返约一小时 沿途绿意盎然能够进览谷关美景 全年步道皆能通行 四季景色各有千秋 初春、樱花绽放、秋天、枫叶转红 都是不容错过的美景 稍来步道的终点设有景观亭供旅客稍坐休息 而景观亭旁则是通往谷关七雄排行第四的波金加山步道入口 路线更具挑战性且往返需要七小时 需做足准备再前往进阶路断忧